最後一首歌 然後上一首歌其實是我們上一張專輯的歌 但也是這張專輯的名字叫香巴拉 然後我對那首歌是 類似我整張專輯裡面我寫的最順最快 然後記憶點最強的一首歌 然後最爽的一首歌 有嗎我不知道了齁 你在看你一爽我就爽 真的有點怪怪的 反正就是那首 台中的笑得好怪 對啊 其實我覺得台中是個很棒的地方 今天過來看到一片藍天 藍天 怎麼台北沒有藍天 你喝醉是不是 沒有啦 對那首歌就是我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紀念的歌 就是那首歌承載了我當時的那半年的記憶 包括寫歌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還做得蠻偉大 蠻偉大 蠻令人記憶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去日本表演 超難得 然後超花錢 那時候我快沒錢了 然後還附在跑去日本就為了去表演 然後那個時候 剛好也是 就是那個我們鼓手鋪頭準備要加入我們的時期之前 所以我對這首歌的想法非常的深刻 然後因為我一直有一個對音樂有一個想法是 它是生活裡一部分 所以我每次聽到一首歌我都會把它投射我當時的 發生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子啊 就可能聽到一首歌 我想到當時跟前任女朋友幹嘛幹嘛幹嘛 我是跟前任女朋友幹嘛幹嘛 我沒有在講我是怎麼樣 但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怎麼樣 會不會這樣子 會覺得說就是歌曲是一個當時記憶的一個存在 對我來說是啦 所以每一首歌都很重要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所寫的很多歌都是 能夠讓觀眾有這樣的想法 只要是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 對我在玩音樂我會覺得玩得很開心 對 然後下一首歌 也是一首很有經驗 很有很有很有 一首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歌 因為這首歌是旅程 這首歌我寫完之後 然後我就跑去澳洲打工度假 然後拋棄他們 然後一個人被聽到 一個人跑過去應該講錯話 超級掰的 對啊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 對問擊敗怎樣 然後 反正 反正 反正我就爛 然後對 我那時候反正我就去了 去了澳洲 然後回來 然後他們還在 然後任意也沒有換 然後我就 回來就繼續 一起再玩音樂 所以這首旅程也是一首 對我來說是一個起點 還沒有走到盡頭的起點的一首歌 所以就是如果說 有什麼想去做就是 Just do it 謝謝大家 我們這五年來猴子演出基本上是不講話的 福利了 旅程 希望你們不會覺得今天 哥倆很少 不過為了這次許願 我們很認真的準備 我們的時間應該有超過兩個團以上的 我覺得啦 如果你們今天要來應該就是為了我們 那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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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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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